作为三藩之一的靖南王耿京忠 是一位标准的官三代 同时也是一位祥三代 他习成的家族世袭爵位 本应有着很好的前途与结局 但是伴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 耿京忠积极相应吴三贵 并且在福建发动叛乱 就此与清朝决裂 将祖父两代人创下的基业 全部葬送 然而在清军的持续打击下 自知不敌的耿京忠 选择重新投降清朝 并且在此之后 不仅是对抗盘踞在广东的上之信 还是抵御台湾正式集团的进攻 也立下了重要的功劳 尽管如此 在康熙皇帝彻底平定三藩之乱后 耿京忠的生命也就此走到的终点 并且是被康熙以极为残忍的 凌迟处死的方式处决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 此时的耿京忠 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军事作用和战略意义 而他最后的价值 也仅仅是沦为一个反面教材 进而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已 本期大学士就来 跟各位聊聊 这位最悲惨观三代和乡三代 是如何一步步走上绝路的 说到康熙朝三藩之一的 靖南王耿京忠 那就不得不提耿京忠的祖父 初代靖南王耿仲明 他曾经是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部将 深得毛文龙的赏识与重用 而他在毛文龙帐下 也有一个毛姓的名字 毛友杰 当然 另外两位与他齐名的背名详亲的将领 孔友德和尚科喜这个时候 也是毛文龙的部将 他们分别叫做毛永诗和毛永喜 后今天从两年1628年 时任寄寥都市的袁崇焕 寄展毛文龙 但是袁都市并没有非常妥善地处理后事 也没有对东江镇 进行有效的安抚和安置 最终导致了东江镇东乱布置 为此后一系列严重的势态发展 埋下了伏笔 这其中影响力最大 同时破坏力也最为严重的 便是五桥兵匾了 后今天从五年16831年 大灵河之战爆发 皇太级率兵将祖大寿镇守的 大灵河城团团包围 接到朝廷的旨意后 当来巡抚孙元化 吉令已经归顺其麾下的 孔友德率军北上支援祖大寿 然而 孔友德军队的后勤 既养出了问题 随后 孔友德的手下 因为一只鸡 与朝中要臣王湘春结院 进而开始受到了各方的排挤与打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孔友德在部将的劝说下 在乌桥发动兵变 带兵重新杀回山东 并且以耿仲明作为内应 夺下了登州 之后 在以孔友德 耿仲明等为首的 一种辽东旧将的带领下 开始武装割据 并且与明朝进行了激烈的武装对抗 由于明朝这面组织平叛不力 只是整个山东半岛 被孔友德等人统领的叛军 折腾一片糜烂 直到明军在祖大寿的兄弟祖大币 戴罪立功的吴湘 吴三贵父子 以及刘良左 刘泽清等人的领导下 重新集结兵力进行镇压 这才将叛军的石头控制住 并且其围困在登州一带 同时打退了叛军的数次突围 最终 眼看从路上突围无望 孔友德和耿仲明等人 选择从海上出逃 带领着兵马和家眷 横堵渤海湾 最终在亚禄江口 向后金提发称臣 并于后金天聪 新年1633年 正式投降了后金 当黄太基得知 孔友德等人率中投降后 是兴奋异常 不仅出城实力相迎 更是让孔友德 耿仲明自领所辖兵马 并赐明天诱兵 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 尚可喜也在选择投降了后金 黄太基同样对上 可喜的到来 予以了热烈欢迎 并将其军队赐名为天驻兵 吴乔兵便以孔友德 尚可喜 耿仲明地投降后金 而宣告终结 而这也成为影响 明朝与后金之间 实力对比的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 明朝这面 在整个吴乔兵便的过程中 损失巨大 山东半岛的百姓 更是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浩劫 而后金这面 不仅收获了兵源的补充 同时还带来了 后金急缺的火器与航海等技术 明朝在这些领域的垄断 就此打破 军事装备层面上的优势 变得荡然无存 崇德元年1636年 皇太极正式改元称帝 建立大清王朝 并将这三人册封为王 其中孔友德为公顺王 尚可喜为智顺王 耿仲明为怀顺王 至此 三顺王正式诞生 而在顺治皇帝时期 这三人的头衔 也变为了定南王 平南王和静南王 三位异兴王 以及其统领的部众 在明末辽东战场 以及清军入关 南下追击李自成 攻灭张献忠 当平南明小朝廷的过程中 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 如此功勋卓著的 静南王耿仲明 却是以畏罪自尽的 惨淡结局收场 清朝朝廷 自努尔哈赤时期开始 就对陶仁 有着非常严苛的制约和惩治措施 特别是在清朝入关后 摄政王多尔滚 专门颁布了陶仁法 以对陶仁的行为进行限制 同时参与其中的人 进行残酷的惩罚 耿仲明却意外触动了这根红线 顺制六年1649年 刑部官员上奏耿仲明的部下 梅勒张经 陈少宗等 放纵自己的部下 私自藏匿陶仁 应该治罪 此事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 当时主持朝政的多尔滚 亲自询问耿仲明此事 令其惶恐不已 最终 经过朝廷官员的彻查 耿仲明所部有三百余名部中 私自藏匿陶仁 严重违反了逃人法 朝中不少官员 要求严惩这些将士的同时 也应该将耿仲明削绝处置 多尔滚还是看在他的 卓著功勋的份上 想要对其宽大处理 只不过消息还没有传到前线 耿仲明已经畏罪自尽了 耿仲明死后 他的儿子耿继茂 习成了靖南王的爵位 并且继续跟随清军 平定南方的各种反抗势力 并且不断立下战功 算是帮助自己弥补并且洗刷了父亲耿仲明的罪名 也是在耿继茂时期 耿家从驻守四川改为驻守福建 对抗盘踞在福建地区的正式集团 凭借耿仲明和耿继茂的功勋 耿家的后辈们 也获得了朝廷的器重与封赏 当然 也如同让吴三桂的儿子吴英雄 迎娶奸宁公主一样 耿继茂的三个儿子 也分别迎娶了宗室女儿 以此实现与耿家的政治联姻 同时将其扣位了人质 其中 耿继茂的长子耿经中 迎娶肃亲王豪格的女儿 被封为和朔俄夫 四子耿昭中 迎娶被子苏布图的女儿 被封为多罗俄夫 三子耿剧中 迎娶安亲王月乐之女和朔柔家公主为妻 康熙十年1671年 耿继茂去世 由其长子耿经中 习成了其靖男王的爵位 同时也接下了耿家世守福建的职责 三藩之乱爆发 耿经中率先响应 但却也是最先投降的 康熙十二年 1673年 镇守广东的平南王 尚可喜自请撤番 其本人也希望就此急流永退 毁辽东养老 得到消息的平西王吴三贵 和靖男王耿经中 则也抱着试探性的态度 向康熙皇帝尚书请求撤番 而此时 有些年少轻狂的康熙皇帝 真就同意了三番的撤番请求 并着手开始了撤番事宜 此举极大的刺激了吴三贵 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11月 吴三贵在云南起兵叛乱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吴三贵先是兵不学任地占领了贵州 随后又快速占领了湖南 湖北等地与清军市隔江对峙 听闻吴三贵起义的消息 耿经中率先响应 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发动叛乱 并且联合盘踞在台湾的正经 海陆并进 向浙江江西等地发动进攻 此时的康熙皇帝面对的敌人太多了 南边是吴三贵的叛军 西北是吴三贵的旧部王府城 在闪甘起兵返清 并且占据了四川部分地区 北边的查哈尔蒙古亲王也开始造反 加上东南方向的耿经中和正式集团 此时的康熙皇帝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然而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 清军逐渐扭转了战局 康熙在阻挡住了吴三贵最为凶猛的前期攻势的同时 也调集了十路大军 开始对叛军势力予以反击 而率军平定至江 福建的正是李亲王拜善之后 康熙皇帝的堂哥康亲王杰书 康熙15年1676年8月 杰书颇先下关 进入福建 之后连下数座城池 耿经中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最终选择了投降 此时的康熙皇帝 并没有对耿经中进行处罚 而是准许其保留了靖南王的爵位 并恢复其职务 要其领兵对抗正式集团 以及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的叛乱 在此期间 耿经中表现优异 战功突出 成功有效地打击了 正式集团和尚之信的部队 然而 康熙皇帝却并没有就此放过耿经中 三藩之乱彻底平定 耿经中也迎来了他人生的终点 康熙19年1680年 三藩之乱已经进入了尾声 此时 吴三贵已经去世 其他反动势力相继被平定 只有吴三贵的孙子吴氏凡在苟延残喘 做着最后的抵抗 于是 康熙皇帝在这个时候开始向耿经中发难 藉由有人弹劾耿经中心存意志 进而削除其王爵 并且将其受押 康熙20年1681年 清军攻克云南昆明 吴氏凡子谨身亡 三藩之乱彻底被平定了 然而就在第二年 即康熙21年1682年 大学士明珠尚书康熙皇帝 耿经中赋恩谋反 罪过大于上之心 他还建议对耿经中进行清算 康熙皇帝同意了明珠的奏庆 下令将耿经中灵驰处死 同时处死的还有其亲信白贤忠 徐文耀 王世宇等人 而耿经中被灵驰处死 也极大的刺激了另外一位 在三藩之乱中先判后降的重要将领王府城 最终王府城在前往京城的路上 畏罪自尽了 如同王府城一样 耿经中的投降 康熙皇帝不仅不对其余处罚 反而继续重用 实际上也是出于平叛的需要 毕竟这个时候的康熙皇帝 手中实力有限 也需要对这些力量加以利用 进而更加迅速的平定的叛乱 而实际上 康熙皇帝并不是没有容忍之人 不少叛儿富翔的将领和地方武装 都能够以善终收场 耿经中之所以为康熙皇帝所不容 并被处以凌迟急刑 实际上也是一种必然 首先 耿经中在叛乱期间 给清朝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且不说 在其对抗清军期间 给康熙王杰书统领的八旗将士 以及陆营官兵造成的巨大损失 在其叛乱前后 在福建的朝廷官员 只要不肯屈服其下 便遭到了处决 官场损失是相当惨重 这其中就包括了 清初第一汉臣范文成的次子 当时的福建总督范成魔 也就是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中 康熙皇帝的老师魏成魔的历史原型 范成魔本不准备前往福建旧治 但是看到耿经中有谋反意向 毅然决然地前往 筹划阻止耿经中叛乱 不料却被耿经中所抓 并且始终不予屈服 最终被耿经中所杀 这里也要提一下 康熙朝著名的汉臣李光帝 在福建省亲期间被耿经中所抓 假意投降后 趁乱出逃 这才逃过一劫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朝中官员对于耿经中是相当的记恨 特别是范文成家族的后人 对其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以至于耿经中被灵池处死后 范成魔之子范石虫竟然分割其肉继母 其次耿经中非常不得民心 他判断期间 经常同正经的军队发生矛盾 然而却往往是殃及百姓 弄得百姓对其是怨声载道 再加上耿经中治军不严 又常常发生缺粮少想的局面 致使其军队行径暴虐 与强盗无异 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 于是百姓对其也是相当的愤恨 不杀耿经中 不足以平民愤 也成为了众多敏着百姓的心声 在此 康熙皇帝也需要拿耿经中 作为政治统治的反面教材 他作为释手黄恩的藩王 本可享受荣华富贵 如今却站在了朝廷的对立面 那结局必然可想而知 康熙皇帝在处置耿经中的同时 也是在对其他的相官相将 以及全国所有的官员将领们 树立了一个反面的典型 让他们看到对抗皇权 反叛朝廷的下场 而此时的耿经中 已然成为了康熙皇帝 进行统治宣传 震慑全国 进而维系皇权统治的统治工具 尽管耿经中被灵池处死 但是他的家人 还是能够以善终收场 就在耿经中起兵反叛的时候 他的两个俄父弟弟 耿昭忠和耿聚忠 便主动向康熙皇帝赴京请罪 要康熙皇帝 将自己以及耿经中的家人 全部处决 康熙皇帝对此身为感动 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处罚 反而继续保留其职务和职位 并让其劝降耿经中 后来耿经中投降 兄弟二人 则是继续帮助康熙皇帝 稳定服建局势 以及平定其他叛军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在耿经中 被康熙皇帝除绝后 耿昭忠被为 以梳理服建事务的责任 耿去忠 则被驾封为太子太宝贤 兄弟二人 皆以善终收场 并且去世后被赠予了示好 可见康熙皇帝 还是能够做到赏罚分明的 至于耿经中的家属 康熙皇帝也没有为难 而是将其发回汉军其中 承担其人之职 同时继续保有其其籍和待遇 也算是没有过分被牵连 不同于吴三桂 尚可喜和耿仲明耿 继貌身为官三代 将三代的耿经中 完全没有经历过 明目清楚的战火洗礼 没有经历过数十年南北 征战的艰辛与残酷 因而 他也就自然体会到 靖南亡所承载的家族荣誉 以及整个家族 为此的牺牲与付出 如果说吴三桂发动叛乱 是还有着不甘于自己 三十余年为清朝的贡献 就此被全部抹杀 同时也不愿跟随自己 数十年的不重 到头来一无所获 这样一点勉强说的 过去的起兵理由 那么耿经中的叛乱 则更多的是一种 自不量力的冲动 以及对于权势 地位以及名誉的过度贪恋 而耿经中最终的结局 不仅仅是让自己 落得一个身败名裂 进而被凌迟处死的 惨淡结局 同时也就此葬送了祖 负两代人 辛勤打拼创下的基业 也险些给整个家族 带来灭顶之灾 所以 败家藩王的称号 耿经中当之无愧 他的惨淡结局 也已然成为了命中注定 我们下期见的 今天我们下期见的